那个T0级的打野点尾他回来了 那个全输出的点尾他又回来了 那个像疯狗一样嗷嗷乱咬人的点尾他又回来了 如果把王者峡谷里面所有的英雄都比作自狗的话 那么点尾的品种一定是藏 虽然他的手短 虽然他容易被放风筝 还有一大堆的缺点 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强度 你们看这一局的点尾开局3-0的战绩 我已经习以为常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S29赛季野区的经济全面的加强 对于所有打野都是一场增强的机制 尤其是点尾提升巨大 要知道点尾这个英雄不像其他的打野英雄 是那么的吃经济 像韩信一样拦这些英雄 经济要领先对面一大跌才会体现出优势 而我们的点尾不一样 点尾但凡你给他一点经济 他的伤害还有坦度就会领先队友一大截 而第二点就是部分打野刀的增强 大家都知道S29赛季对于黄刀的加强很是巨大 而对于点尾来说也是一场不小的提升 而这局的点尾虽然说不是黄刀点尾 虽然他追求的是暴力与血腥 但是依托着S29赛季对野区经济能力的加强 依然可以打出很不错的战机 几乎到达中期以后所有的射手都可以顺秒 打大小龙也可以在一分钟之内顺利解决战斗 而对面的打野看见他更是抱头鼠窜 钻慢了一点点他就带回家 经济一上去点尾可以肆意的游走 看见脆皮大招开局直接秒 然后来到对面的野区看见李白 直接秒顺便把对面打野尊严给他拿下 侮辱他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而这局不同寻常的是 对面的蓝灵王竟然是一个辅助 虽然他是辅助 但是看见我们的点尾依旧要闪现加大招逃跑 黄铁也已经躲在塔内瑟瑟发抖不赶出来 而此时我们的点尾要干什么 把对面的野区先清光 看见了对面的人员我们就杀 先秒吕白后秒 法师虽然我们没了 但是气势犹在 疯狗的气质犹在 找到机会我们复活 二十秒后我们又是一条疯狗 嗷嗷叫 逮到狂且依旧是乱杀 对面的红buff我们还是照样吃 看见射手在塔的里面 我们还是一个大招砍了上去 一刀还是把他杀掉 安然的出他 弄死射手 弄死法师是我们点尾的使命 哪里有团阵 我们就往哪里去 没有团阵 我们就清理四个区的野怪 都是我们的经济 清理野怪的同时 看见对面的人员照样 山上还是在上 先杀一个 看见情况不对 马上走 给他们来一个欲情故纵 偷梁换柱 暗渡陈仓 明修战斗 再把对面的大龙给他拿了 这局也就game over 看见队友被欺负 马上开启一技能 疯狗模式 藏狼 嗡嗡嗡的就咬了上去 先杀对面的输出 后找对面的野怪 最后死定着对面的狂铁 他以为他躲在塔里就安全了吗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安全 我们还是可以咬下他一层皮 拿下对面打野的罪业 最终我们再次回头 来到中路 看见对面的打野 直接嗡嗡的踩上去 梁斧子给他咬出血 然后对面的人员正在发起大招 我们先清理野怪 清理完野怪 我们绕后突袭 一个大招再次顶了上去 与对面两人又来了一个同归于尽 坐着孙策的车 我们又一次来到下路 拿下对面的小龙 我们嗡嗡乱杀 看情况不对 先支援队友 义斧子咬上去 清理法师 回头蓝联王偷袭 先清理掉他 再次拿下对面打野的尊严 回头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 看着装备出装备 哪里有兵 我们就去哪里清理 顶着我们的兵线 清理对面的防御塔 见上谁 我们就要咬上一口 此时 电位已经瞄准了对面的高地防御塔 蓄势再发 一鼓拿下 狂铁跑了 跟着小兵 义斧子咬住对面的人员 秒杀他 游戏完了 你们学会了吗 没有杀他